落泪了 在这个民主党全代会上头 高喊她爱美国 全力地替贺锦丽拉台选情 打破往年候选人最后一天 才现身的惯例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在民主党全代会第一天就登场 就是为了来听拜登的压轴演说 尽管第一天主题聚焦在为人民 但是每位演讲者都三句不离拜登 包括好久没有公开亮相的 前美国国务卿希拉瑞 希拉瑞一出场 现场欢呼不断 让她差点不知如何开口 而一讲话就是感谢拜登 而拜登是在太太和女儿的 介绍演说后登场 他先和女儿来个搭拥抱 并感谢家人一路的支持 随后就卯足全力当助选员 拜登攻击火力全开 先批川普输不起 还不忘用自己和贺锦丽的政绩 来和川普做对比 只不过当拜登演说时 在佛州代表区后方 突然有挺巴勒斯坦人士 举步调要拜登停止武装以色列 民主党团队还试图用各种标语 挡住这场小骚动 也和示威者爆发口头冲突 成为全代会上的小插曲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我们刚才报道里头看到这样插曲 其实在全代会的场外也是如此 抗议的群众又更多了 都是不满拜登政府在加萨冲突当中 支持以色列 民主党全代会场外 上外民示威者高喊口号 经过一小时的集结抗议民主党全代会联盟 上万人开始游行 那么沿途我们也可以看到警方以优势警力控制秩序 直加哥部署重重警力 包括伊利诺州国家警卫队也会到会场周边为安 不过还是有激动示威者破坏围离 至少四名示威分子现场直接被抓 而人正在宾州造势的川普则是大打经济牌 不仅要阻挡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 川普还表示只要他11月当选总统 就要取消7500美金的电动车购车水金优惠 但接着话锋一转 除了大力称赞马斯克非常聪明 川普还表示只要11月能当选 不排除阎缆就会力挺他的特斯拉执行长 进入内阁或担任顾问职务 体育别新闻继续报道 紧接着是俄乌战情势 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大胆一搏的攻势 也扭转了俄战局 那么乌军棋袭成功的原因 接下来交给主播做痕 好没有错刚提到说乌克兰棋袭成功 当然大家也很好奇说 明明这战事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怎么在现在突然间的来运用呢 那么也分析说为什么这个棋袭是奏效的 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胆的谋划 也谨慎的执行 这是CNN的报道 他们就提到说 因为在这一次可以看到乌克兰 他们是确保了作战的安全性 在事前行动是非常非常的保密的 让对手也就是俄罗斯方面 以为只是要自我的来防卫 或者是演习 另外也有精确的情报搜集 以及在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讲 地理来讲还是相当的熟悉 再来是善用一些武器 比方说使用了迅速 而且是一定相当强的西方制装甲车 另外空中防御和支援炮兵 同时间也来进行对俄罗斯的通讯干扰 而其中有一个可以特别跟大家分享到的 是乌克兰的防弹衣 因为是具有隔热的功能 所以就可以躲过了热侦测无人机 另外是以大打先领战 在这部分当然对于乌克兰来讲 是提振了士兵的士气 而首先他们也不会和俄罗斯 正面的冲突 对俄罗斯来讲难以追出威胁的来源 也锁定了俄罗斯的增援 最后就是如果攻落图斯克 其实目的包含几个 第一个是自我防卫 第二个就是希望可以转移 盾内刺客的攻势 最后就是希望增加谈判筹码 那么现在大家也好奇 到底这个战术跟战略 特别是在乌克兰这边的战略 又是什么呢 作恨 好 没有错 刚刚讲到战略上 当然现在双方都是不断的 在互相的来试探当中 尤其我们来以 库斯克这个地方的攻势为例 就可以呈现出双方不同的战略 首先乌克兰现在就喊出说 希望在这边可以建立缓冲区 未来就希望在这边是希望可以 阻绝俄罗斯的攻势 好 我们就看到对于俄罗斯来讲 当然一个字形容就是希望稳 因为打长期的战略来讲 对他们是比较有利的 首先他们具有压倒性的军备 以及人力上的优势 所以消耗战来讲 他们可以消耗乌克兰的人力 以及在军备和基础建设 对于普吉来说 稳扎稳打才是更好的方式 但是乌克兰方面 就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了 现在要打的应该就是变的策略 因为他也深知道说 靠西方的援助并不是长久的 所以希望用出乎意料的一些 军事行动 直接来改变整个情况 也希望借此削弱了俄罗斯的意志 同时也可以削弱俄罗斯 对于欧洲国家的吸引力 炼油能力等等的 最终目标就是希望创造一个 双方能够比较对等谈判的空间 那么当然对长情占领 俄罗斯顶土来讲 其实对乌克兰来讲 相对是有利的 也认为俄罗斯不会这么做 要请教筑衡 就是印度总理莫迪的影响力 他计划要去出访乌克兰 但是上个月他才出访过俄罗斯呢 好 现在说到战局的变化 还有就是在外交上 能不能有所突破 我们刚刚其实有帮他提到说 就是印度的总理莫迪 已经是被证实了 他将要访问乌克兰 只是当然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 以及相关的行程规划 都还是在确认的阶段 也就是当然不能够先曝光 不过这一次他出访乌克兰 等于是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莫迪首度的要出访乌克兰了 当然现在在印度的外交部分说 接下来就会公布出访的细节 传出时间点就在8月份 算一算其实也没剩下多少时间了 那么在战争爆发之后 印度的角色大家也很好奇 因为就算西方国家谴责俄罗斯 可是他们还是维持跟俄罗斯的贸易 也没有直接谴责出兵的行为 不过在外交上 他们不断的敦促说 希望俄罗斯跟乌克兰 可以透过外交的方式来对话 解决相关的争议 可以说是两边他们都不得罪 也不讨好 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讲 他们希望跟印度加强关系 印度也希望跟美国来参加 西方的合作 只是又担心说 印度跟中国大陆走的 俄罗斯走得太近 所以现在双方就出现了这样的尴尬 那么莫迪在7月份的时候 就有访问过莫斯科 当时也跟普清是有会面的 就希望说这一次也可以成为战争的转捩点 看完了搜集想要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也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下载TVBS新闻网的APP 非常谢谢作恒的详细解说 告诉大家俄乌战情的最新状况 那么接下来连线话题 我们现在看到是民众党的中平会 今天下午今朝开了 有没有可能在这边看到李文忠以及端木正呢 再有个记者 好 主观众马上带来关心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风暴